受到了梅雨封面的影响 中恒变道19.8公里处 又发生了大片落石掉落的意外 另外在台巴县61公里处 上午11点多 路旁的电箱遭到落石砸中 导致荷欢山、大雨岭 还有离山地区大规模停电 台电人员随即抢修 在下午2点10分 全速恢复供电 中恒变道19.8公里处 又发生山壁落石 大片崩落 大小石块从上头猛砸触目惊心 造成原本修好的路基再度毁损 幸好工程远远闪得快 没有远远受伤 中恒变道19.8公里处 受到0403地震影响 导致落石摊方变道中断 好不容易抢通了 紧接着受到梅雨封面影响 山壁落石崩塌 路基又坏 原本预计6号中午就要开放通行 不料上午7点多 又发生落石崩落 山区下雨天候不佳 崩塌一直持续着 都是坏的又休 坏的又休 没有一天好过 那终于今天天气放晴 公路段随即进场施坐 到目前为止已经把道路打通 如果天候我允许的话 我会开放通行 另外在台八县 61公里处 上午11点多 也发生落石掉落意外 路旁电箱被砸中 导致电缆线脱落 造成包括何欢山 大鱼岭 离山地区 以及南投仁爱乡 大同村一带 共3600户停电 因为落石崩塌引起导线断落 抢修困难 还请大家多多体谅 台链人员随即进行抢修 在下午2点10分以全数复电 台中山区因为大雨 大大小小落石不断 提醒民众非必要 尽量别忘 山区移动 记者陈北庄陈世杰 台中采访岛 在下午2点10分以全数复电